它裡面是一個ESB32的核心 所以它是可以連網路跟藍牙 它這個系列最有特色的地方是 它可以像這樣子去做堆疊 上下是你的主板 那中間是根據你的專案的功能 去選主板 比如說你有馬達驅動 你有很多Sensor要裝 你可以裝一個這種通訊的模式去做擴充 那這邊是它的各個系列 像這個是主板 然後這個是剛剛說到的擴展板 這樣一組要多少錢 就我目前已經看到了 這邊一整組 沒有沒有它這個是要根據你的專案 因為你就像你選主板一樣 我目前看到的 你目前看到的我什麼意思 全部這樣多少錢 全部 沒有啦沒有人這樣在上的 我當然是教學用的但是買全套 我不可能買剛剛好 可是它有非常多 我目前這樣估計好 這樣子一個智慧的交換系統 我們就把那個土壤濕度插在土壤裡面 然後去偵測它的土壤的濕度 然後濕度不夠的時候去加速 這我知道了 你直接講那個好了 對對對對對 然後整個系統的售價大概是八千五到九千多塊 這樣子 那燈要特別的嗎 燈啊 燈就是植物燈器 我們是用 我們是用 就是專門在照護區 那這一組 這一組是 這組是 麥克風變什麼 這個是 ESP32 裡面是 7297啊 講錯了 裡面是7297 這是7297 然後像 上面的這個 上面的這個 太陽能的電源控制板 這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哇 真的不便宜喔 這一整組也是 八九千塊 OK好 八九千 然後上面的太陽能板 可以根據老師的需求去還 然後我們這個是 設計給學校老師做物聯網 沒問題 好